第15題 甲乙二車均有時速每小時90公里開始沿直線煞車道停止 甲費時3秒以費時5秒 則下列敘述何則錯誤 我們看到他是煞車 所以他速度會越來越慢 因此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所以諸選項說 加速度與加速方向相反是對的 那麼從提議可以看出來 他應該都做所謂的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選項C呢也是對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花了3秒一個花了5秒 應該是花5秒走的比較長 那如果我們畫VT圖的話 我們都從90公里時速開始 一個花3秒鐘停下來一個花5秒鐘停下來 VT圖的面積代表位移 顯然花5秒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他所煞車距離會比較長 所以選項B也是對的 那麼甲的加速度比較小當然是錯的 因為甲要花比較短的時間 就能夠減速 如果看公式 A等於 Delta T Delta V 我們都是從每時速90公里降到0 所以我們Delta V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時間花的越小 就表示我們加速度就要越大 所以甲廢時比較短 加速度比較大 所以A說他的加速度加速度比較小是錯的 所以第15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迅速何則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A 甲的加速度比較小 駕 駕 駛 駛 駛